欲行篇 则为残缺之躯不能上进 此不闻醍醐妙法 而甘于自报者也 法华开经济云 假令造罪过山月 不须妙法两三行 何过不可灭 何戒不可持栽 学者有三法 一深达罪元 二大心持戒 三不住于戒 何谓深达罪元 一切诸法本来空寂 尚无有福何况有罪 种种业障皆由心作 反观此心从何处起 若在过去过去已灭 已灭之法则无所有 无所有法不明为心 若在未来 未来未至 未至亦无有 不得明心 若在现在 现在之中 刹那不住 无住相中 心不可得 如是观之 不见相貌 不在方所 当之此心 必尽空寂 既不见心 不见非心 尚无所观 岂有能观 无能无所 颠倒想断 既颠倒想断 则无无明 亦无三读 罪从何生 有一切万法 稀属于心 心性上空 何况万法 若无万法 谁是罪业 若不得罪 不得无罪 观罪无声 破一切罪 以一切诸罪 根本信空 常清净故 唯摩节 未忧剥离 彼此无罪 勿增其过 当指尔除灭 勿扰其心 又不闲观经说 观心无心 法不住法 我心自空 罪消无主 一切诸法 皆惜如是 无住无坏 如是持戒 于一念中 百戒俱丸 万罪俱灭 何谓大心持戒 起大悲心 怜悯一切众生 妄指有为 而起无明 造种种业 无待一切众生 颤无量无边重罪 无畏一切众生 求得涅槃而持戒 无若清静 即一切众生清静 无若破戒 即一切众生破戒 是故宁此身受刀途万断 终不以此身 破众生大戒 如是持戒 最广最大 何谓不住于戒 华言今年 身是犯行焉 心是犯行焉 求身心不可得 则戒意不可得 故不见己身 有持戒者 不见他身 有破戒者 菩萨持戒 于种种破戒园中 而得自在 知此则戒定会 于贪嗔痴 同为妙法矣 如此持戒 于念念中 记诸罪业 念念自灭 身心清静 可修禅矣 修禅之法 行住坐卧 总当调心 但卧多则昏沉 利多则脾急 行多则分动 其心难调 坐无此过 所以多用耳 然人日用 不得常坐 或职业相及 或众缘相伴 必欲静坐 随至蹉跎 学者需随时 调息此心 误令放逸 亦有三法 一 戏缘收心 二 戒事恋心 三 随处养心 何谓细缘收心 唐人诗云 月道上方 诸品静 心持半疾 万缘空 自俗人言之 心无一物 万缘始空 今云 心持半疾 万缘空 此理最可玩锁 改常人之心 必有所细 细之一处 见树见纯 半疾染神 万网俱悉 故云细心一处 无事不办 究时论之 即念佛 持咒 即参话头之类 皆是妄念 然借此一望 以其群望 大有便意 学者知此 日用间 或念佛 或持咒 或参议公案 行柱 坐卧 绵绵 秘密 无丝毫 间断 由事而读书 作文 由事而应事 接物 一切重源 种种差别 而提思运用 总属此心 无参祖师 活公案 不参凡夫 死公案 又何间断之友 何谓 借势练心 常人之心 思意盘结 欲情浓厚 须随事磨练 难忍处须忍 难舍处须舍 难行处须行 难受处须受 如旧不能忍 今日忍一分 明日又近一分 久久练习 胸中阔染 此事现前真实功夫也 古语云 静处氧气 闹处恋神 今不得火炼 则砸泪不尽 心不得试炼 则私欲不除 罪当努力 勿当面错过 何谓随处养心 何谓随处养心 作禅者调和气息 收敛元气 只要心定 心细 心弦耳 今不得作 须于须忍 须于动中席存 硬中席指 利则如斋 手足端严 切勿摇动 行则徐徐举步 步动心硬 言则安和解末 勿使造望 一切运用 皆勿端详 贤态 勿使有 极言 巨色 虽不做 而时时细密 时时安定已 如此收心 则定立 一成